雲端上都有啦 你們應該都找得到吧 就是在這個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的325人士分欄這裡 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的那個程式基本上 你可以從兩個地方找的 一個是我直接貼過來的 那一個的話呢是我 沒有在這麼下面 因為底下的話其實是最早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比較早之前是 我一邊寫一邊教同學 所以他們其實學的還蠻辛苦的 那現在的話全部都是用TrackV產生的 所以這一段的話呢 就是不用Offset就下面這一段 我是有把它加一個2啦 因為你的那個Sub的名稱 絕對不能夠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最後的話呢 同學就蠻細心的 因為剛剛我們程式跑完之後 其實我也沒有仔細看 反正我想說資料都搬過來OK了 沒有問題 結果同學蠻細心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出 這邊有哪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人的功耗 他應該是0、2、3、4、5 結果呢 摳過來變什麼 欸? 這個地方變這樣子 有沒有 2、3、4、5 OK 那這個時候你就想說 喔是不對啊 他有個地方不OK耶 什麼不OK 就是他把0給去掉了 因為數字裡面沒有0開頭了 除非是文字才有 所以以往我們如果要把它變成文字的話 還記得吧 我記得好像有個方法 就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有沒有 然後單引號0 Enter 有沒有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他的功耗 有沒有 這個應該有印象 前面只要加一個單引號 就是有點像一個前導字元 他就知道說 喔你是文字喔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是方法 不過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文字的話 他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對齊方式 如果是前 他就靠左對齊是文字 靠右的話一定是數字喔 OK 那你說老師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輸入之前 你一個方法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你可以把這個儲存的格式 改成文字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呢 當然你要先在輸入資料之前喔 所以呢 就是說你假設直接輸入 他已經變數字了 你可以先在輸入之前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呢 把它變成文字 有沒有 這個有個格式嘛 如果你把它變文字之後 你再輸入 0 2 3 5 4 OK Enter一下 有沒有發現 如果假如說 你預先把格式有沒有 改成文字之後喔 有沒有 你如果改成這一個 你在輸入資料之後 他就不會變成什麼 就不會變成那個 把0給去掉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於是乎 當然啦 我也不確定說 XGPT他知不知道這個概念 不過啦 我在想應該他有沒有那麼笨 所以呢 我就問了他一個問題 問題也不用太複雜啦 所以我就銜接 我發現他好像會記錄 所以XGPT底下 我就直接把剛剛的問題 在底下再繼續加 幫我保留公號0開頭的資料 大概就這樣 應該這個敘述很單純吧 但是呢 一樣 我怕他看不懂 所以呢 我就讓後面加一個逗點 例如 有沒有 這個例如很重要喔 我發現如果你沒給一個例如 他常常會沒辦法理解 所以例如什麼呢 我就把剛剛這個問題 剛剛出現的問題這個 我就把這一串資料 直接就抠過來 就點兩下 把這個複字貼過去 然後跟他講說 我例如這個東西 而且我在例如前後也加雙以後 確定說這個是一串文字 OK 然後取得什麼呢 取得這個 他應該更容易知道說我要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 那你會發現呢 我這把問題送出之後 他這邊會顯示出記憶已更新 所以呢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對話 他居然都還記得耶 你不用說 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要重新再講一下 好像不用耶 而且我好像目前也是3.5的版本 我覺得3.5應該夠了 那這個記憶更新 在那個 那個AI裡面就是Token 所以他的Token的數量還夠 所以他幫我記下來了 那底下的話 他會先幫你把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Chart TV會先幫你把問題先再敘述一遍 要在VBA中保留公號開頭的數據 OK 然後呢 這邊他看一下 如果他能夠理解他會講對 可是如果他不能理解 有時候他重新講的就是錯誤了 那你就要知道他理解錯誤 你自己再修正一下 OK 然後他說什麼 例如這個 他應該懂了 您可以什麼 更新程式嘛 OK 所以他其實也沒講什麼 他就只是幫你更新了 我看一下 底下的話就要更新的 就這一串 然後 我就把這一串複製一下看一下 其實我們看一下 這個程式到底改哪些地方 應該在哪裡呢 OK 有沒有看到 關鍵的地方來了 就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其實多了這一行 其實關鍵就是這一行 那這一行的話 其實就是有一個屬性叫做Lumber LumberFormat 等於什麼 等於At 你說老師這個東西 怎麼會這樣就OK呢 其實我跟各位講 在那個Excel裡面 我剛剛不是有做一個動作 這個有沒有按右鍵出的格式有沒有 把它變文字 那文字跟那個X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把它切到自訂 有沒有發現 這個自訂之後 指的就是它這個文字 就是在格式裡面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敘述的公式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 就是一個X 所以那個LumberFormat 實際上就是格式化了 有沒有就是說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那個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地方它很厲害 我覺得它這個 那個HDP 真的滿厲害的 它抓到我的問題了 所以它就是 喔 原來你要把那個儲存格 先格式化成文字 再把資料放進去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喔 最重要是這一行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這個 所以我把這一行 這個 這個程式 等一下再把它貼上好了 貼到底下 所以關鍵的就是這一行 這一行 OK 其他應該沒動 把它複製一下 那一樣的問題啦 就是把這個名稱 這個複製過來 貼到這個 城市的底下好了 那我發現它的那個 欸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名稱好像不一樣 叫 add borders 它很厲害 它名稱又 又加了這一些 然後名稱不一樣 所以不用加個2 OK 然後 我的習慣還是把它縮小 宣告全部拿掉 然後底下應該都 比較看得懂 前面這個應該跟上面寫的一模一樣 最大的差別我在想說 應該就加這一行 其他都沒動 OK 那最後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看不OK 所以剛剛應該不OK 我就把 剛剛的這個 這個資料先清空一下 清除一下 OK 然後剛剛的這個功耗 不對喔 我在 在執行錯誤的這個 不 這個應該我剛剛改過了 所以我把這個 如果要恢復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改回來 然後 然後前面這個 這個拿拿掉 Enter 它就會 這是錯誤的喔 然後呢 把它一樣清除 那剛剛我把 它改完的程式 執行看看 OK 這個關鍵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 因為我想知道 它這個執行到這邊 到底什麼效果 這邊執行這個 執行 記得 游標放在這個 sab中間 任何一行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它輸出的時候 看一下它是不是 直接針對哪一個 針對 B 所以它等於是把 全部的都變成那個 全部變文字 我看有沒有問題 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也變文字了 這樣應該也沒有 有沒有 它變文字了 OK 所以它等於是說 把每一個都變文字 執行一下看看 OK 但是理論上應該只要針對公號 可是針對公號變成說 要做一個判斷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 如果你當然 自己會寫的話 那你可以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什麼 當這個 Color Number Color Number Color Number 等於藍 等於應該是多少 這是1 2 3 如果當 這個是3的時候 再去做這件事 那會更好 如果 可能這個 這個 要不就是看 跟那個Cherly B再講一下 針對第三藍做好了 其他不用做 OK 或者你這樣 你自己會改的話 那更好 OK 那所以 這一段程式 我把它一樣 call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就這一段 OK 這個的話一樣 我把它放在這個下方 在雲端白板第四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讓我多下方 那就是 我來看一下